近來可以說突破性感染個案是越來越多了 包括在昨天新增的九起個案當中 其中有兩例突破性感染的疫苗組合 還是首度出現 其中有一例是打了兩劑的高端疫苗 結果遭到突破性感染 另外一例則是施打了AZ疫苗 再加上嬌生疫苗 除此之外也有一名男子 是打了第二劑的高端疫苗 之後出現了左臉顏面神經麻痺 我對此指揮中心說 是否有因果關係還有待認定 愛國或國產高端突破一百四十一萬劑的接種量 不過負面消息擋不住 傳出一名男子疑似接種第二劑高端疫苗後 出現左臉癱瘓 顏面神經麻痺 指揮中醫說是否有因果關係有待認定 目前確實有接獲通報類似不良事件 不過很難區分是原本感染或是疫苗造成 它的通報值跟我們的背景值 事實上並沒有超過 就是說根據我們的這些資料分析 你目前是沒有看到有異常的部分 可能 但是你沒辦法證實 所以你唯一可以講的就是說 我體質不一樣 我的體質可能比較容易發生變神經麻痺 臨床上發現打疫苗後 大多出現起紅疹或新劑等 至於嚴重的個案 就會以不良事件通報 此外十一號新增九例境外移入 其中兩例突破性感染的疫苗組合 首次出現 一六五七一二十多歲 美國籍男性首例接種AZ加嬌生突破性感染 一六五七二本國籍三十多歲女性 首例接種兩劑高端突破性感染 醫師認為突破性感染的個案會越來越多 大多輕症或是無症狀 突破性感染其實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們其他的人呢 沒有被打疫苗 這個才是可怕 醫師提醒高危險族群還是要盡快接種疫苗 第一劑疫苗含概率已經突破七成五 第二劑有三成九 明年是否採取獎勵制度催打疫苗 指揮中英說 盡量以多元的方式鼓勵 不強制催打 就怕者出民怨 記者林漢聽黃十分特別報導